讲到这个好运 昨天看到这个新闻 我内心非常的激动 怎么 对的人不是我 当然啦 好运都在别人 为什么别人的呱呱乐总是比较厉害 有点不太懂 就是这个台北市 原山派出所 昨天有12名的园警 他们集资 买了36000的呱呱乐 结果你知道吗 刮出了100万元 好厉害 一本是2000块的呱呱乐 然后总共刮出了100万 你看每个人还可以有6万多块钱 好幸运哦 来 播了这个新闻 其实的话呢 他们的好运我可以顺便来沾一沾 现在我手边有阿匡 匡匡匡制作人 送我的一张呱呱乐 这个总共是有6个可以刮 我现在先刮其中一个 我来看看 我有没有这个Hockey 中了吗 没有 好我们来看新闻 100万 呱呱乐一刮 竟然刮中100万大奖 派出所园警 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笑到合不拢嘴 备是警局原神所12名园警 小年夜合资36000 买了一本2000万超级红包 呱呱乐 想不到财神爷 竟然降临 一千吗 一万千 以为只中了小额 没想到轮到其中一名园警 一刮竟中了百万大奖 平均下来一人能分66000 等于拿到年终蛋红包 现场就直接给他们分享说 你们不用再刮我们已经中100万 他们就一直看着我 然后再转回去刮他们 开券我说真的啦 我想说我是不是会折瘦之类的 我怕我运气又在这里了 怎么也想不到 刮中百万的幸运儿会是自己 过年还辛苦执勤的园警们 瞬间觉得精神百倍 要捐出部分奖金给慈善机构 玻璃市大人好彩头 不少民众得知 也跑到这家彩券行 想沾沾喜气 因为之前好像定期都会买同一间 但是我就觉得好像 今年有特别换一间 这么幸运可以抽到100万 蛮辛苦远景的 所以他感觉可以当年终一下 春节呱呱乐 卖气惊人 但哪里最旺 台采去年春节发行 737个百万元以上奖项 其中百万得主最多的是 新北市 第二名是台中市 北市紧追在后 而人比较少的连江县则挂蛋 过新年 人人想赢个好彩头拼手气 台采生意又够旺 也让财神爷忙翻了天 记者张又辞 红玉兰台北采访报导 到底是框框框的运气不好呢 还是我的手气还没到 为什么会说框框框手气不好 因为早上 早上那个小麦主播也有刮 但他没有中贡沽 我现在先告诉大家 为什么刚刚这么快 就知道我没有中 这个的玩法呢 就是在一格当中 要两个数字相同的就可以中 那很明显嘛 对不对 我的是一个是5000 一个是500块 当然没有中啊 好我还有五次的机会 待会再帮我集气一下 好不好 来今天初一 很多人都喜欢去排福袋 蛮多店家给的礼物都不错 先来看全联 今天开始 晚上早上九点就开卖了 有200元的福袋 1400的 还有1400的福袋 福箱 还有1600的福锅 总共是有14万组 大家最想知道可以抽到什么 来 两台369万元的保时捷 在外送福袋 再抽155万的兵士 那全联你我附近 家里都很近 如果有想要的话 可以再去买一份 来 珈乐福也是一样 总共是有198元的福袋 便宜买 但是你可以获得上的奖品呢 获得的是台积电的股票 来 如果你是股迷的话 珈乐福可以参考一下 百万公司不会缺席 远东呢 是各大品牌加持的福袋 要来抽纯金的百事 在这个环球购物中心呢 是有一百人 有一个人 哇 一百个人 只有一个能够中大涨 那么在新索营车站店呢 是一百块 就可以抽 Dyson的空气清净机 大圆百部分呢 初一到初六 限量是1000个福袋 要拼250倍超高回馈 我不晓得是什么回馈 如果是现金回馈的话 那也蛮赚的哦 再来看到是圆百的部分 初一来抽福袋 它是原本排队的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改为是线上抽奖 但不晓得抽什么奖 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他们的官网 来去看一看 只能看起来呢 奖品倒还算是蛮不错的 反倒是 这个超市的部分 难得是有送车子 比百货公司的奖品 要来得好 不管是哪样 想试手细吗 赶快去买福袋 大年初一卖场内 一早排了长长人龙 一路从卖场排到电福梯 多达100多人全是要来抢福袋 抢头箱的民众 上午7点半就来排队 桃源大西的那个旅游券 还有那个股票的部分 原来卖场业者 今年推出的新春福袋 每店限量100份 投奖不再是送车送家电 而是送台积电股票一张 限值63.6万元 一旦中奖后 将是由消费者开户后下单 凭下单收据 业者就会把现金汇到户头 不过会扣除10%的中奖税 在今年的股市表现得非常的好 很多的股价都直直升 很多顾客都很想要买一张 护国神山的股票 但是可能买不起 所以这一次我们 加勒福的新春福袋 就特别用了护国神山 台积电的股票 当作我们的第一大奖 大年初一全民封抢福袋 另外连锁超市外 一早也有民众排队 约福袋头奖及二奖 是两辆保时结合 一辆宾式轿车 总价值近900万元 另外全台各大百货也抢供福袋商机 台北市的新义信光三月 虽然之前就先用预购的方式 让民众购买 但是为了提早拿到福袋 营业前两个多小时 就有消费者来排队 当然汽车是我的唯一梦想 还有四个福袋 想抽中汽车 百货今年福袋最大奖 仍然是拼名车 新光三月信义新天地和微风百货 投奖都是价值160万元的进口名车 而远东百货也寄出了16.8万的商品券 来抢春节人气 不过大多数百货公司 今年都是采购方式 减少现场排队人潮 也降低全聚风险 记者朱丁龙 黄义俊 陈佳伦 SNG小组 基隆台北综合报道 刮刷乐 过年刮一下 试一下运气 也是好玩好玩 那您知道吗 光是去年的春节期间 刮刷乐刮出的是 700多个百万奖 所以等于是有700多个人成为了百万大富翁 哪个县市最多呢 答案是新北市 总共刮出的是有116个人 那么彰化南瑶宫附近有一家彩券行呢 很旺耶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有三组客人都刮中了百万现金 放鞭炮噼里啪啦 这已经是财券行 一个月内连续放第三串 因为光是这个月 就有三组客人 刮中了百万呱呱乐 买气超旺 老板想到何不拢嘴 一个月内店里客人 刮中连续三张的百万呱呱乐 真的超幸运 有人买一本 有人只买一张就中奖 老板说财券行就开在彰化南瑶宫旁 三不五时带着呱呱乐到店里参拜 果然财运降临 过年拿红包就是想买呱呱乐 市首期根据台财统计 今年一共推出13款呱呱乐 总奖金超过256亿 以去年来说 全台湾一共刮出730名百万幸运儿 新北市最多 116位 接着分别是台中市台北市 过年两千万超级红包 头奖五名 另外还有休旅车 获650万大奖奖项 民众想在春节翻身致富 创造买气 界中部综合报导 世界上大奖的不学生 从时间到沙岔的到H啊 难 começar 市场大奖的不学生 市场大奖的不学生 その全体的不学生 大奖的不学生 市场大奖的不学生 约白显的不学生 感谢观看